每一個人都要有桃花眼 那桃花眼就是以前我化妝 我就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就是不夠深邃 因為妳化了 獨眼影 重大龍 為什麼我是剛才學會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就問了我的師傅 美妝女神紀普希 我就覺得說 欸他每次眼妝都好好看 就是好完整 然後我就覺得每一次 我化完眼妝之後 雖然什麼都有 就睫毛也有化 眼影也有化 然後他就說其實 我應該是少了臥蠶 就是少化臥蠶 所以他就推薦我一支臥蠶 這個我也有 也有很好用 這是開架式的 然後我就是想說 那來試試看 因為以前有嘗試過想要化臥蠶 但是我都是用可能眼影粉 或者是不對的顏色 就太深 化起來就很像黑眼圈 然後這一支就是很不容易暈之外 它比較不會出錯 它就是顏色很低調 有一點點灰色 然後它有賣咖啡色 都可以這兩支都可以 我現在有畫 開擦 就是笑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先笑一下 然後知道自己臥蠶的位置 這樣 有亮亮 這邊 對 淺淺的 對 然後就是在 在這邊那個 笑的 應該會有一條線 然後那條線你就先放鬆 然後就是畫在那一條線上 淺淺淡淡的就好 然後再這樣你可以 中間再擦一點亮粉 笑起來就會有一種 可愛無辜的感覺甜甜 可希妳在看什麼 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趨勢啊 哇 這什麼APP啊 這麼多影片可以看 你居然不知道 因為我最大的APP 推出最新功能 幫你們精選最實用的短影片 不管是時尚趨勢 女生生活 甚至連星座分析影片 都可以在裡面看到喔 哇 那我趕快下載 來 這個這個 好 這個嗎 對 女人舞最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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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